中国最强政治和尚因其引导台,仍将而不死祖徒,看中国记者李文龙综合报道,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银峰是学成社姓亲女弟子,大俄资金去向不明以及龙玄寺违章等问题,今年8月被曝光后,引发轩然大波,是学成在压力下辞去职务,被送回老家但港没近日走访,是学成的发迹的福建福州, 莆田发现其地位仍非常稳固,仍操控多家庙宇,银峰高官是学成下台在家乡影响力不减,年轻女迷对其深信不疑,据香港苹果日报26日报道,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周日,28日揭幕本应由中共佛教协会前会长是学成主持,但她因为爆出性侵女迷丑闻而被迫请辞令大会秦僧无首, 港没走访福建福州,莆田多地发现是学成虽然犯了佛家最不可饶恕的色戒,不过她在家乡的影响力依旧,福建的吉乐寺和龙泉寺都被称作是是学成的家寺,里面的女迷众多多是20岁出头的小姑娘。 这些小姑娘心甘情愿出家,虽然是学成强迫多名女弟子和她发生关系的丑闻曝光,但这些女迷人对是学成深信不疑,是学成性侵事件8月曝光,引发轩然大波网络图片。 根据清华大学两位女博士士贤家,士贤起此前对士学成的实名举报信显示士学成为了与女弟子发生关系淫乱宗教。 其中北京龙泉寺是男众寺庙,但却招收了大量女偿,助义工甚至比男义工多出很多,不过即使是学成为高权重,但碍于礼节问题,还是要将这些女义工派回女众寺庙剃度出家,而下放寺庙的最佳选择。 莫过于是自家家庙吉乐寺,有投诉纸吉乐寺,年轻尼姑多位大学生或是职场新线人,年老的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吉乐寺,正是名册里,只能当个义工或是居室,或者直接就被拒之门外,是学成。 在2013年,先后将七名在北京龙泉寺的专职女义工,调配到其家乡福建先由吉乐寺额报,他们已满足出家女众试插摩纳六法,中学界二年的规定让他们成为茂牌比丘尼,这明显是违背戒律的,但女众却认可紧接着是学成收下第一批女弟子。 2014年,约有30名女弟子受戒,2015年有47人,2016年有78人,2017年有100人龙泉系尼姑日益壮大举报是学成的文章指出,这些急速出家的女弟子,约有一半被陆续派到国内外近20个分院出家女弟子,亦成了是学成所谓红法的主力。 而举报文件中所指的六名受不同程度,性骚扰的尼姑都在国外红法,都是是学成严选出来的其实龙泉系弟子中不乏男众,是学成却不选派遣资深男弟子,开辟海外道场他说,男众不稳定很容易乱跑,女众比较稳定不会乱跑。 这当然是因为女弟子被试学成,用情欲短信进行精神控制而男弟子,自然不在试学成的控制范围内。 中共第一和尚善于唱红大力配合一带一路试学成,作为中共佛教协会会长,号称中共第一和尚,不仅善于利用网络炒作网红和尚, 他的所谓政治敏感度也很高,懂得掌握和配合中共政策,甚至把佛教文化与中共一带一路,挂上战略关系。 他连任了多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在担任三年多的佛教协会会长期间, 试学成成为中国大陆最具权力的政治和尚公开报道显示, 试学成经常在寺院举办的法会上,要求丰尼紧跟时代随机验变, 谢礼契机他自己也在玉树地震,抗战胜利70周年, 中共外踏的一带一路,等重大事件中组织佛教活动。 试学成曾建议,中国大陆佛教,因为化解一带一路,上的各种与宗教冲突, 提供所谓价值支撑,提出什么致力建设人间佛教,把握新时代佛教, 命迈用适合现代人生活的方式,来弘扬中国大陆佛教的声音, 试学成性侵世间水太深,中共急于止血试学成丑闻曝光, 源于今年8月1日来自清华大学两位女博士试贤家, 试贤起一份长达95页指控北京龙泉寺, 方丈试学成性侵多名尼姑的举报台料或报网络, 检举文件趁共有6名女弟子,被试学成, 盯上4名屈服于她的要求文件还指控试学, 成立用短信对女弟子进行精神控制, 还告诉她们性爱是修行的一部分, 一名女弟子6月份向警方举报试学成诱监了她报告中, 除了提及试学成涉嫌性侵等问题外, 还包括试学成作为龙泉寺住持期间的寺庙工程建设, 以及大额资金去向等问题, 试学成的政治背景, 似乎对其起了特殊保护作用网络图片试学成所控制的北京, 龙泉寺马上发声, 名利挺这一切都是诬陷而中共政府同样选择瞎品, 把网络上语指控相关的讨论, 报道及文章全部删除是学成则掌握风向, 当天发的微博是龙泉寺升国旗的新闻, 试图用政治和尚的身份当它保护伞, 不料后来外媒大肆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BBC、路透社、 英国卫报都刊登了试学成的相关报道, 这令当局只包不住火在舆论压力下, 中共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随后发表声明, 趁他们高度重视, 对试学成的指控已经启动调查和验证工作, 8月15日是学成,被迫辞去中共佛教协会会长, 常务理事,理事同月23日是学成, 辞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 常务理事,理事24日是学成, 被免去北龙泉寺住持,方丈职务另外, 其陕西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陕西法门寺佛学院院长和陕西省福丰法门寺住持职务, 同天被免8月15日, 港媒星岛日报, 报道卷入性丑, 闻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士学成被押送至其福建福田市先游县的家乡, 据佛教界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 士学成被另在一个小院闭门撕过, 禁止出国8月23日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已公布消息称, 士学成发送骚扰信息的问题, 经查,属实涉嫌违反佛教戒律, 已责成中国佛教协会严肃处理, 通报还趁北京市公安机关正在调查, 有关士学成性亲女弟子的情况, 但至今未有下文1966年出生的士学成, 除了已被免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职务之外, 目前仍是中共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成务副主席, 他几乎是迄今卷入性侵丑闻的中共官员中, 等级最高的一位巨法广报导称, 士学成和中国某些高官联系紧密, 多位副部长,以上官员甚至士学成, 请假,都要向中共中央统战不请示具看中国, 早前报道起底, 士学成试图发迹的后台是曾长期把持佛教界的赵普出, 1907到2000年, 纽约时报, 曾有报道指出, 中共在不得已之前, 一贯会试图保护犯罪的掌权官员港媒消息说, 士学成丑闻引起中共高层关注中共统战部纪前组介入调查, 当局勒令士学成尽快辞职, 就是希望快刀斩乱麻, 尽快止血, 美国之音员尹报道, 趁中共高层直接过问属于中国中央级, 高干的士学成案, 是希望修补党的整体形象, 苹果日报前述报道说讽刺的是, 士学成虽已下台但他在根据地福州, 莆田的地位仍稳如泰山, 透过弟子间接操控多间妙语, 这说明中共银僧仍将而不死, 中共建政后在全国推行无神论, 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 都只是中共的一个政治工具, 一个行政单位, 美国天主教大学系主任聂芬教授, 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 现在中国大陆的宗教乱象, 都是因为共产党逼迫有宗教信仰的人首先听他的话, 共产党才是他们真正的教主, 因此共产党是大陆的国教, 大邪教也是魔鬼教。